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麥卡洛 三節的第四次三分出手 4-3 拍在14比6 王队要把底線球 麥卡洛 面對出位的林書瑋 這一球不講理的打法得分 他第一節火力全開 有三分 有切入突破 在最後六秒鐘必須要趕緊發動攻勢 歡迎到底角 來OPP的機會 麥卡洛 4-3 Woo I'm fire 哇 他整個第一節 4顆三分球已經追平了他來到PLUSLINK的單場紀錄 Wild open 這邊有個機會 麥卡洛 再一個 哇 三節第五顆的三分球 哇 打開了真的 麥卡洛 林夢穴對上來 假動作在中距離拔起來 他那兩下 三下 四下近框 三比賽勇士依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對 但是勇士其實也知道自己的球隊的打法啦 就是不許不許的慢慢的從裡面打到外面 今天麥卡洛打得有裡有外 這半場可能要休息了 而且第二節的比賽來看一下藍底下 麥卡洛頂進了兩分 這個球直接開進來 楊欽敏已經觀察到了麥卡洛的優勢 繞過來 卡瑪士再給麥卡洛 想要懷疑顏色 曾絕琳突然拔起來 哇 曾文廷也還了一次犯規 對 哈哈哈哈 這兩個人槓上了喔 好看 針對這樣子的動作 今年球季都是統一 會吹圍板運動精神的犯規 對 這樣是 不被允許的一個動作啦 就是怕你 這樣子出腳的話 好 假放 那17號好大一顆地雷 對 對 往前取走 繞過籃框轉移出來 麥卡洛 做了一個左晃右晃的假動作 踩了一個歐洲步行來硬打得分 對 把面子逃了回來 也超越了他們在賽季的平均得分 另外勇士隊 場均能夠破百的得分 這樣比賽竟然只得了75分 這其實是比較令人意外的 對 這場比賽正式的告一段落了 勇士隊在主場作戰很可惜 並沒有靠著這個機會 衝上聯盟的龍頭